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叫做艾琳 謝謝大家來支持這個電影 支持我們 是 沒有錯 大家好 我是電影MV的導演的朋友 我是電影MV的製作人 我是Vans 大家好 還好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聊聊天 讓大家聽到這部電影的What's the movie all 先問電影的導演 這是你第一部戲嗎 第一次導演電影 電影 那在導這部電影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特別有趣的事情發生嗎 很多很多 很多啊 先問一下誰看過這個已經看過了 你是誰 OK OK 你是誰 還沒有看的喔 那邊有一個收到疊 對 就算有小疊 有一點點 五點多七點都有錯 OK 那些看過的話 你們一定會看到有很多有趣的鏡頭啦 有很多很有趣的鏡頭 很有趣的鏡頭 有趣的 比如說是什麼 是有發揮的嗎 對 對 現在我就是演員 他的清新到聊 他就自己發揮這樣子 哦 那個天本裡面沒有寫的 就是 他們發揮到不錯啦 蠻好的 真的喔 專業 專業 很投喜的 投入的一個戲 對 換說回來 我覺得很難忘的就是 在拍遊戲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年齡的時候 我們拍過 overnight 的遊戲 那個是我覺得 應該 工作人員還有 演員都非常非常難放 OK 那 在搞這部戲的當中呢 你覺得 Posh 容易搞嗎 還是 哇 容易搞 就是我們 他有聽話嗎 還是很完美 還是整天都不聽話 他其實是一個很認真的演員 說真的 他真的很認真 然後 我就是 拍那個遊戲的時候 準備開始 欸 那個劇本裡面是講 actually 是他有 破掉那個傷衣啦 OK 然後就我每天在那邊 做完兵喔 他就 那個鏡頭要拍的 都要拍的 都沒有 要拍我要去做完兵 哈哈 因為 因為 once is on screen is there forever so every time before before a scene I will always be prepared and that scene I have to show a bit of skin so before that 你現在要 show a bit of skin嗎 啊 ok 要去時間看一下 OK 那現在來問一下 Vance導演 那 你跟Tosh是好兄弟嗎 對嗎 那在 開這部電MP的時候呢 聽說 Tosh唱歌 蹭素心跳的 這樣唱聽話這樣 手一直在動 有什麼 東西要講的嗎 其實那時候拍他的時候 他 他突然唱得太習慣了 有時候他不知道他手要怎麼擺 OK 所以其實那個是我們當初拍他 也算蠻大的一個挑戰 因為突然又換一個 Droger版 OK 以前他都是那種說 唉呦呦呦呦 我上來我上來我上來 我上來我上來 突然就用他叫 然後飛魚青 然後他又看到他手要怎麼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拍的時候要 要蓋他 對 然後 你剛說他好不好搞 我覺得他還蠻好搞的 蠻好搞的 這次有MV裡面有個鏡頭是他需要摔倒 嗯 然後那個我們是會慢動作出 他這鏡頭 基本上他摔了快來三十多次 喔 所以你看做導演的好處就是啊 可以去 可以去 對 可以跟班前後 一鄉親眼阿 好 阿 有人越來越小心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還是太小聲 聽得到 還可以 還可以 OK 那 Tosh你覺得跟艾琳導演合作 比較難還是跟Rite導演合作 你要想 我覺得跟他們兩個合作 你要想三思而後興 都不會難 不要緊揉我,我是一個揉揉我,你講,你想揉揉我,是OK啦 I think working with them is,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between directors Like Eileen, she's directing the entire show So I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over like 3 months, rehearsals, acting workshops 然後我們去拍戲之前,我們有去職場,然後去那邊 有多一輪的 rehearsals,跟當地的演員走 所以我們到電場的時候,已經是戲,我們的 line 都被他很熟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十九天裡面拍完這部電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對,對,對 那跟Van有什麼特別的? 跟Van,I love working with him, because he's very close to me 然後跟Van,I love working with him, because he's very close to me 然後跟Van,I love working with him, because he's very close to me It doesn't feel like work It's like we are meeting our friends, we have to make something new together 所以剛剛Van說嘛,他可以登康你的 所以你現在,以前演了Boys的時候,是你登康,對 你現在被登康的感覺怎麼樣? ape跟風幹 Kind 對,在搶就均勻了 我們看積楊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个影响 都是为了影响的影响 只要影响的影响 所以我们都喜欢影响 我认为这个影响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 既然Sheryl现在不在 你在戏里不是有跟他骑脚车 Sheryl中吗 他不在 一点都不走 他之前也没有塞红包给你 没有他没有塞红包 他现在有Facebook Live 我怕他在家 等下私底下我再问你 可能大家就不要 那下一题呢 除了 就是问导演跟Kosh 就是在这部ending 是在50年代的 所以可能先问 导演为什么想要 写这部剧本的时候 为什么要写在50年代呢 因为我觉得50年代是一个很浪漫的 一个时代 因为他是日本 在你生活之后 然后在独立之前 所以这个年代 对我来讲 是没有政府啦 虽然是英国政府 可是也算是没有政府 想要想掉我的生活 想要努力的生活 在社会上 所以我觉得 我会把我的故事 设在50年代 OK Tosh 你自己都没有经历过50年代 这个时候 那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准备 来拍这部戏 其实其实 其实是很难处 因为 因为我说 我不是在50年代 我不是很正常的 我非常正常的 Hip-Hop 所以 我做了很多的研究 我去到 The National Archives 我去找一些 很多的研究 从1950年代 去看什么 的观众 的观众 然后 我去研究 Fashion 他们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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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 有拍手 所以 我要进过那个角色的时候 我需要做很多很多的研究 然后我也是听了很多50年代的歌 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 给我一个文 就是 我在读剧本的时候 我就播那个歌 然后让自己真的是 好像穿越时刻 回到200年代 那 班斯导演呢 在筹备 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 因为 Tosh吧 平时不是唱Kip-Hop 可是现在要唱书情歌 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 其实 其实在我们拍这部电影之前 我们就先看我的讲路 那点就我们先看过 他的那个 就是初剪 然后那时候看完之后 其实我 跟我的 我的画人 我们两个 其实对这部电影的感触都很多 因为第一次看他演 那么深情的角色 所以其实看完之后 我们就知道 他已经 已经有一些画面了 后来我们就把它变成是 现代 跟过去的一个穿插 对 对对对 如果 那么 我很好 raging transit 现在 每个ụ 在 partes 你一定會有很多感觸 因為你已經經過那個故事了